今天很高興來到華安堂的母堂 在這邊跟大家一起來分享這個題目 我想到說我在這個題目上面 我必須先做一些自我介紹 我和我的太太慶華 我們沒有孩子 所以要分享親子關係 我們沒有那麼多體會到自己怎麼去養育孩子 但是我本身是學心理學 又學婚姻家庭 另外我雖然沒有肉身的孩子 也是有屬靈的孩子 我們也知道跟屬靈的關係怎麼建立 他們跟我們之間的關係的感受 而且我們自己也是有父母親 所以體會很多親子關係 也從父母親之間體會 那另外呢 本身我是基本的學位是道塑 所以也是學習聖經 所以我就跟大家一起來分享這個題目 首先看這幅畫 這幅畫是什麼一個主題呢 其實他是一個木匠 那另外一個小孩子 其實是畫約瑟和主耶穌 他們也是有親子關係 那親子關係 我們談到了這個父母和子女之間 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他們有連結 有依賴有分離 在看聖經上面講到我們其實父母和孩子 是有一個非常基本的原始的連結 他說 真言三十一章二節是講到一個母親 他說 我的兒啊 我父中生的兒啊 我許願的兒啊 我當怎樣教訓你呢 顯然他有很多的願望和期待 那另外 真言二十三章二十六節說 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 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 可以看到一個父親對孩子的期待 另外呢 在以賽亞書四十九章十五節 講到上帝用人 一個母親和他的孩子的關係 來形容上帝和母的關係 其實也是講到 這關係基本上是非常緊密的連結 婦人也能忘記他吃奶的陰海 不連續他所生的兒子 即會有忘記的 我卻不忘記你 那特別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聖經中間 舊約是用希伯來文寫的 希伯來文談到這個憐憫 動詞名詞 那名詞方面 他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子宮 就象征了 用子宮孕育連結的關係 來形容上帝對我們的憐憫 另外在羅馬書八章十五節 他說你們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阿爸父 阿爸這個字呢 我們以後還會有機會談到 不過阿爸這個字是猶太人小孩子 稱呼他們的父親就叫阿爸 所以呢 這個代表很親切的一個稱呼 我們和上帝之間也建立起這樣一個親切的連結 我們呼喊上帝就是阿爸父 這原始連結呢也是有一個依賴和分離 依賴的時候我們是知道小時候 孩子都是依賴父母親 那父母親他完全沒有自主能力 到慢慢慢慢他可以成熟 到最後他可以獨立 到他獨立的時候呢 其實他的婚姻時間到了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 但是這離開和這個聯合其實有大學問 第一個離開時代不容易對不對 因為有原始的連結和依賴 尤其是如果是單親家庭 或者這個家庭太幸福了 孩子要結婚出去 獨立的出去其實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也是必須的 因為有一個連結就是 新的就是夫妻關係的連結 那個連結呢是二人成為一體 因為有這個新的聯合 所以必須要離開父母 那以後的優先順序呢就是夫妻關係 我記得我父親病危快要過世之前 我的父親的朋友跟我說 現在最難過的不是你們 是你的媽媽 的確他和我父親是二人成為一體 連結關係 我們雖然是我父親生的 但是呢跟他有深厚的感情 但基本上那個最強的連結還是夫妻關係 不過離開代表獨立 有新的優先順序 所以要把優先順序給夫妻關係 但是呢仍然要孝敬父母 實際上非常看重孝敬父母 我們今天會提到這個事情 那所以 離開之後還是要奉養 需要照顧的尊親 如果他還是真需要照顧的話 還是有奉養他的責任 這是 實際上有教導說 人若是不看顧自己的親人 親屬啊 就比那個不信主的還不好 那談到依父關係 一個是幼兒對他人 照顧他的人 通常是父母 一個很深的情感和行為的一個連結 那父母其實也對孩子也會有依父關係 所以有時候 父母親會表現很強烈的疼孩子 愛孩子 就是不想離開孩子 我父親為我寫日記 我出生一年 第一年 他為我寫一年的日記 我後來長大 看到他寫的日記 我很感動 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子 他和我媽媽有一天去看電影 把我拖給其他人照顧了 但是他們在電影院坐了一會兒 他說想回去 然後就一起回來了 所以他和我 其實就代表想回來 和我在一起 就代表連結的關係很緊 那我相信中間我們中間有些做父母的 有些有這種感覺 但衣服關係有一些研究和類型 我們來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說 最早的六週 是完全不會認人 他們也是 可能就笑哭 不是針對特定的人 但六週到七個月 開始注意不同的人物 七到十一個月 開始有選擇性的義父 所以我們說有一個英文叫 Eight month anxiety 就是在第八月的時候 會有對陌生人的一個焦慮 就是看到陌生人 好像就覺得想要更加的依附在父母親身旁 因為這時候他已經有很強的記憶的能力 他也知道父母親其實有時候離開 並不是真正的不見了 所以他能夠跟父母親產生的連結 他會非常的依賴 但是這個依賴的類型有不同的情況 一種叫安全的依賴 就是他平常這個 他如果安全的話 照顧他的人和他在一起 他有時候開始會往外面探索 然後再碰到了真正的 好像碰到什麼事情 再回到他的這個依賴者的旁邊 就是有一個例子是這樣 有一輛車 一輛車通過了 他平常一小孩在車上 也跟大家一起玩 所以有時候還很難認出來 他到底是哪一個是他的父母親 但是呢 一旦那個車子 經過一個黑暗的地方的時候 可能孩子就回來了 然後就知道那是誰是他父母親 所以他會對他碰到 他平常可以安全地探索外界 但是呢 碰到真正有需要的時候 他會尋找安撫的對象 那焦慮的依賴呢 就是他很怕被拋棄 拼命地追 所以呢 如果是焦慮的一個依賴 父母親離開一下 他會哭或鬧啊 等到父母親回來 他也會很黏著父母親 就不想和父母親分離 這是很焦慮的 然後 焦慮逃避呢 就是又焦慮又逃避 可能是他覺得 人都不可靠 只有依靠自己 所以呢 他看起來父母親離開了 他也 好像看起來表面上無動於衷 離開就離開嘛 回來就回來嘛 他好像也不會特別去黏父母親 但是他如果是焦慮逃避的話 他其實可以用什麼方法來知道呢 就測量他生理上的一些反應 心跳啊什麼的 發現其實是有反應的 而且是很強的反應 表示他的不在乎呢 不是真的不在乎 其實他在乎 但是他逃避就是說 他覺得那個依父關係 其實沒辦法建立起來 所以他也 沒辦法依賴那個依父的對象 那另外是混亂的 就是又想親近 又怕親近 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麻木發呆混亂擔憂 因為這種 如果這種情況的話 可能就是真的是 他碰到了一些 創傷經驗或父母親教養的 讓他非常不安全感 不可預期 有時候對他好 之後對他不好 所以一個典型的一個知識 可能是這樣 他想要抱著你 但他不斷往後退 那就是很混亂 那這是非常不好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依父關係 就在孩子時代成型 但是呢 長大之後 其實還是一樣 影響著我們和人的關係 特別是親密對象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有時候就是覺得 這個非常需要去了解 而且在孩子的情緒教育上非常重要 那孩子如果是有焦慮矛盾的依父關係 那他會怎麼樣呢 他非常擔心陌生人 父母離開會變得很不安 父母回到身邊看起來不受安慰 父母通常不在身邊很黏父母親 這焦慮的 其實應該是焦慮的依父關係 然後呢 成人就是不願意有人 與人有親密關係 那擔心配偶不愛他們 然後關係結束時候變得很煩亂 緊抓小孩子作為安全感 其實你看很多成人中間這種現象 就是知道說他的依父關係沒有處理好 那當然 我們今天在中間有些人 他們已經早就是孩子 孫子有孫子了 那可能說 這個時間是不是晚了 也不晚了 凡神在基督裡都是有盼望的 都可以得到醫治 得到幫助 那我們就是去了解之後 我們再看看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跟上帝祷告祈求 和重新改變自己 逃避的依附關係 就是父母親 孩子就會躲父母親 不會尋求多接觸父母親 和從父母得到安慰 也不會偏愛父母過於陌生人 那成人騎的時候 他當然就是非常的 在親密關係上非常的冷淡 那 這是 顯示出他孩子的時候 的傷需要得到醫治 那健康依附關係 其實有兩種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回應的愛和堅韌的愛 回應的愛 英文叫Millerine Love 就是好像一面鏡子一樣的愛 那怎麼講呢 我們說虛寒問暖 孩子冷了 就給他穿 然後他餓了就給他吃 就是他知道孩子的需要 那通常孩子有情緒表現的時候 哭的時候 好難過喔 拍拍拍 爸爸媽媽在 他會關心他 他會 他的情緒 他 他有什麼情緒 他就會 把那情緒 就關照到 就是回應的愛 同理心 當然就是 我們 可能有人 用共情這個字眼 就是 跟他就是 能夠共情 就是設身處地地 站在對方的世界中間去感受 那恆常性 他是很穩定的 你知道他不會 隨隨便便的 就改變他 對你的態度 健康的心理界限 就是說 什麼才是合適的 他知道 所以他不會侵犯孩子的界限 他會讓孩子知道說 有些界限是不要去侵犯的 這樣的話就能夠 反映這個人了解對方的需要 對方的感受 那堅韌的愛呢 就是保護管束 期望規範標準 和適度的有益的挫折 他設定一些理想標準 然後他讓孩子去學習 尊重這些理想和標準 要去 就是甚至有時候也是 有益的挫折 他也去經歷 但經歷中間去變得堅強起來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這個小孩子 他義父關係中間兩個元素 那我們現在跳起來更大的一個主題 就是那個父母親跟兒女 到底他們的關係是怎麼樣的一個 關係是讓孩子會得到很大的幫助 我這邊唸出來七個 我想可能也許你還會想到其他的 不過我們試看看 來了解這七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一定要滿足對不對 第二個呢就是關注心理的需要 建立了好的親自關係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 其他關係的基礎 他以後怎麼樣去成熟的 處理他的情緒和人際關係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個呢就是示範良好的神人關係 夫妻關係和人際關係 通常一個人和神的關係 和人的關係 和自己的關係 和最親密的夫妻關係 都是要學的 通常這個學習最好的一個方式 就是透過示範 我碰過一個讓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家庭 這個家庭呢 他的父親呢 是我 就是童年時候的鄰居好朋友 後來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曾經 我們學校遭遇到那個巨風 Katriner 整個城市 紐澳良城市被淹沒 所以我們就那時候逃難逃到休斯頓 就住在他們家 那很久沒有見了 他很熱情地接待我們 我們也參與他們每天的這個生活 其中有一個他們每天晚上 會一起祷告 全家一起祷告 那大人帶著四個孩子吧 應該四個孩子 一起祷告 那孩子們呢 就會提出他們今天要帶導什麼事情 他們一起背聖經 然後最後呢 每一個孩子走到父母親面前 跟父母親擁抱或親吻 然後去睡覺 很羨慕 那這是一個父母親 他是在示範一個 怎麼過一個信仰的生活 另外一個我對他的觀察 但我真是對他很敬佩 他 我和慶華 那時候也蠻注重運動 早上起來會去跑步 然後呢 他呢 竟然就是早上起來 他要去上班了 但有一天呢 我們看到他 就是在那個 家裡面跪著 在那邊祷告 他去上班之前 他跪著祷告 我們這邊都有跪店 這是一個就是 讓孩子學習 怎麼樣每天進錢過日子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示範 然後呢 培養好靈性 逃住向基督的品格 一個靈性是品格的根基 那品格是整個靈性的表達出來 所以他怎麼樣品格呢 誠實 正直 懂得關心人 都是品格 那基督的品格就是這樣表達出來的 像聖靈的果子 仁愛 喜樂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實 溫柔 節制 那這些的品格呢 都是需要培養 那父母親可以透過他們 培育孩子的靈性 讓孩子的品格變得很好 有些父母親很注重培育孩子的智力 讓他受很多的教育啊 讓他很高的分數 很看重的分數 不過我們知道後來有些父母親後悔了 因為他孩子長大了 很會讀書 但是離開了信仰 甚至他們的品格變得非常不好 那他說 要他再選擇的話 他寧可他孩子 靈性好 品格好 品格好 雖然可能成就沒有那麼高 但是呢 他會真的對社會好 對自己好 這就是他們 也在上帝面前 其實是真的做了一個 做父母親的一個責任 訓練良好的好習慣 很多好習慣都是小時候訓練起來 所以基本上小學以前呢 這些習慣都訓練起來了 以後長大了 誰會訓練你什麼 要不要隨地土壇啊 要不要剪指甲 要不要刮鬍子 都不需要 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經驗 小時候我們 上學要檢查指甲的 不聽幾間要檢查指甲 看指甲剪了沒有 這些東西都從小就訓練出來的 長大了再訓練就 太晚了感覺 那另外還有一個習慣 很好的習慣是 培養他喜歡讀書 怎麼喜歡讀書呢 其實一開始你讀給他聽 小時候 有時候最小時候他不懂 甚至他還在母腹中間就讀書 然後慢慢長大了讀 當然一開始讀的時候都讀最淺的 讀書的能力 常常是怎麼樣才會讀書有趣呢 就是你讀的東西 你感覺到你讀 透過讀書可以懂好多事情 而且你可以讀得懂懂 所以你要閱讀一本小說或什麼 通常都是你要一些基本的知識 那些知識你具備起來了 讀那個書就很有趣味 因為他把知識運用得很好 在那個書中 所以透過你每天 如果跟他一起讀書 讀給他聽 然後一起讀書 這樣慢慢慢慢他就培養一個讀書的習慣 那我前陣子是一個家庭 他的孩子非常喜歡讀書 結果呢 對他最大懲罰是說 好 今天你不准讀書 那他最難過了 這是我們培養好習慣 其實好好地讀書 這是好習慣 烙印美好的記憶 我不知道你回想到 跟家庭的關係 父母親的關係 如果還是有些美好的記憶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 覺得父母親給你很大很大的一個產業 讓你能夠想到這些事情 還會覺得美好 那那個記憶可能是 一起 我不知道這邊有什麼習慣 一起去公園裡面玩 或者是一起去麵包店買麵包 或者是一起在家裡面 父親講故事啊 跟你聽好高興啊 或者是出去外面吃一個美好的一餐 我記得小時候 我父親帶我去一家冰淇淋店 那家冰淇淋店 小時候那個冰淇淋很貴的 但是能夠去吃 所以後來我和我太太認識了 有一天還到了我的生日 我還去尋根 我想去找那家冰淇淋店 因為那個中間有一個很美好的記憶 這個美好的記憶 其實是非常好的 將來他可以 好的記憶可以幫助一個人 內心中間有一個穩定的心理 那營造健康的成長環境 他成長他需要好的環境 那幫助他營造起來 如果呢 他需要一個讀書的環境 要幫助他培養一個讀書的環境 如果他需要學一些東西 學音樂 學畫畫 要跟他有一個環境讓他能夠學 所以兒女是上帝所賜的產業 那所懷胎是他給的賞賜 所以我們常常就是要想到 上帝給我們這麼美好的 就是好好照顧他們 感謝神 並且負起我們營盡的責任 我們看到父母親和孩子的關係 實際上有講到很多的 有講到上帝和人的關係 他懷抱我們 寶寶我們 辱養我們 不忘記我們 連續我們 那我們其實也是這樣子 和孩子有這樣的關係 教養包括養育 教導 管教和訓練 這幾個都是很重要的 養他 然後教他 有時候要管他 然後另外有訓練他 訓練和教育不同 我們都會談到 然後父親對兒女的態度 聲音上提到 連續喜愛 勸勉 安慰 嘱咐 責備 管教 其實我們都要學習 看上帝是這樣對待我們的 我們也是 可不可以看孩子 想到我們 可以想到說 我們跟他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關係 接下來我們大概好幾張的頭影片 是談到孩子的情緒發展 因為家庭是一個情緒教育最重要的地方 孩子成長期間是情緒教育最好的地方 學習的最好的地方 而且情緒教育以後 跟一個人的情緒的管理和 他的人際關係非常有關係 情緒管理跟人的健康 跟人的其實在社會上適應 還有他心理非常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接下來幾張頭影片 特別來提到孩子的情緒發展 他是用約翰·高特曼和瓊安·迪克勒他們寫的一本書 特別是約翰·高特曼 我要介紹一下 他是研究感情婚姻的專家 家庭的專家 他自己有孩子 所以他從小也培養孩子 所以他在孩子的教育上面 他有他的獨到的見解 他也是一個很有名的 叫黃維仁 就是教導親密關係的一個非常好的講員 他的老師 等於說如果全世界講 感情婚姻的第一把交椅的話 可能他算是 他談到孩子的嬰兒 嬰兒也是他研究的對象 所以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嬰兒期到零到一歲 其中三個月開始會社交 三個月之前 我不知道你們看感覺怎麼樣 他孩子會認人 但是呢 到三個月開始 他真的好像跟你會有互相的那種 比較深的來往 怎麼講呢 他孩子看著眼神可能會閃閃發光 這個就是他開始真的很認真的 在跟外界的人交往 他也會觀察你 模仿你 他會盼望你回應 跟他玩一種叫撲克臉遊戲 就是他不論跟你怎麼表達 你都好像撲克臉都不回應的話 他會嘗試 他研究說有嘗試找的試次 嘗試要引起你跟他回應 換了很多種方法 就希望能夠你跟他回應 如果你都不跟他回應的話 當然他會非常的難過了 這時候他非常注重和父母的關係 那如果母親那時候有憂鬱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嬰兒的發展 有時候就是研究 就是母親的影響蠻大的 尤其母親有憂鬱症的話 可能孩子會受到影響 他們研究是說孩子的影響 看他們腦神經的反應 對外界事物的反應就可以看出來 他們研究的很徹底 所以的確我們要注意到 他孩子的情緒很重要 父母親就是他學習情緒的對象 另外他有時候也需要安靜來冷靜 有時候孩子突然好像 對外界好像失去興趣 前一分鐘興趣很高 突然好像完全冷下來了 他說其實不要擔心 這時候給他一個空間 因為那時候孩子 他是興奮過度 他自己受不了 他自己必須要冷下來 否則他的大腦處理不來 那就沒關係 那到六月的時候 他開始會不再注視 不再注視人和物 他會記在心中 他可以轉移注意力 因為他知道說 不要一定要注意到那個人 才是那個人才在 他可以開始注意到其他 不過那時候 就是也開始為以後的能力鋪路了 就八月份的話 他開始有陌生的焦慮 他和九月份 他有特殊的依戀 以後更了解語言 這些都會成為他一個能力 叫社交參照 就是他會看到外面的 例如說 狗啊 狗叫啊 狗咬尾巴 那不同的這種情況 他會有一種情緒反應 然後他不但有情緒反應 他還會尋找看看你 看看這個父母親 他們的情緒反應是什麼 因為他們的情緒反應 代表他看看 我的情緒反應是不是跟父母親一樣啊 所以父母親是一個情緒的 得到情緒資訊 很重要的一個管道 那 合適的情緒 都透過這樣的社交參照 得到的 那父母親可以做什麼呢 做孩子的安全基地 安穩港口 他可以探索外在 那他如果碰到什麼事情呢 回到你身邊 你也會跟他做情緒反應 然後呢 那他就會慢慢就學習了 就是又自信 又知道怎麼去管理自己的情緒 做孩子的禁止 反應情緒表達 我們剛剛提過了 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現在覺得有點類似嗎 你現在覺得生氣囉 因為你想要吃東西 但是都吃不到 或者說想要玩玩具 但是沒有人跟你玩 這就是你跟他在講這些事情 讓他知道 說你了解他 而且他的情緒被你證實 這個情緒是 你了解 你讓他知道說 這些情緒也是可能合疑的 或者是 有些人跟他講說 引導他 情緒怎麼去處理他 情緒怎麼去處理他 好 那 九歲到一個月的話 他開始 我們要跟他 這種強烈依賴的時候 怎麼去跟他 建立起安全感呢 有時候可以就是 對他的情緒做回應 這個作者 他用一個遊戲 就是 一個手掌 五個指頭 他畫上不同的臉 這個大拇指是生氣 畫上生氣的臉 十指是哀傷 畫個哀傷的臉 中指是恐懼 小拇指是驚奇 小拇指是快樂 小拇指是快樂 不同的指頭 他就說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呢 我今天碰到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生氣 我今天碰到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恐懼害怕 你跟他講完你自己的 然後 你呢 你今天怎麼樣呢 他就可能拿著指頭說 今天呢 我很高興 什麼事情很高興 他就開始跟你講 就是讓他開始學習 跟你的情緒 會做回應互動 你可以了解他 其實他跟你 在這方面 我們說一個很重要 父母親和孩子的連結 也是建立起來 然後呢 一到三歲呢 開始他發展自主意識 很重要 我很重要 東西都是我的 不可以跟別人玩 那你要幫助他去 學習尊重分享 真的你的東西很重要 不能夠跟別人分享的話 那今天我們出去 不要帶 有些東西不能夠跟別人一起玩的話 別人也覺得你東西想要的話 就會衝突了 所以這東西我們不太出去 別人拉到你家 你要大家選擇 有個東西可以跟別人分享 有些東西你可以保留自己 讓他學習去分享和尊重主權 那也是他會玩假扮遊戲 然後他會觀察身邊的人 處理自己情緒 假扮遊戲就是 有時候辦家家酒啊 有時候他會 或者是玩 他一面拿東西來玩 他一方面就是表達自己的內心話 他會一面玩一面講話 孩子都是這樣子的 他不會說是 好像就是把話憋在心中不講 他會講話講得出來 其實這時候就是一個很好 跟他一起探索他內心的感受的一個好方法 那有時候透過假扮遊戲跟他溝通 我來扮演什麼 然後跟他一起玩 玩之後就一起把一些事情都跟他溝通起來了 那他有時候會有這種恐懼的 那他們發現有幾種基本的恐懼 就是無力感 其實他發現自己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有能力去做 他會有無力感 還有怕黑 怕被丟掉 被丟棄了 被朋友遺棄 被父母遺棄 還有死亡 碰到看有人寵物死亡 或者是小東西死亡 或者是親人死亡 他都會有焦慮感 那這些東西其實我們都可以透過一些遊戲跟他來 彼此來學習怎麼去面對這些遊戲的情感和溝通 八到十二歲呢 他們有一種現象就是他們很注重同才 注重到一個地步 他有時候會採取叫情緒切割術 就是他避免被嘲笑 他會裝很酷 我才不在乎呢 其實不是他不在乎 他是真的要保護自己 不要被傷得太重 那時候當然你需要幫助他去處理他的悲傷或是憤怒 並且灌輸他說怎麼樣人才互相尊重 青春其道 就是自我中心身份認同 到底我是誰 我從哪裡來 我會往哪裡去 我有價值嗎 我被喜歡嗎 我長處是什麼 他都會想這些問題 然後他也會面臨到 就是說怎麼把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感受能夠結合在一起 這時候父母親開始不只是好像教練 他要做顧問了 因為他開始其實要慢慢慢慢讓孩子獨立 也尊重他 所以讓孩子成為孩子的諮詢對象 要漸漸地和他分離了 學習不要給他品性標籤 針對他的行為來講 針對他的行為來講 你這樣做 你真偷懶 怎麼不好好讀書 不要這樣講 你是一個懶鬼 不要這樣講 你要講說 你不想讀書 那可能這會影響到你的成績 就是針對那個行為來講 不要講一個品性 那有時候他也需要一些提供意見的人 給他安排一個 很多很多什麼事情可以找誰來諮詢 鼓勵他獨立 但是做他的靠山 好 我們就是講到說 這個情緒的發展 你看從小孩到嬰孩開始 到青春期 其實他們情緒都不斷地在發展 那這些發展的中間你能夠去了解 然後能夠好的回應 就是情緒就會有好的發展和成長 那通常他說 父母親教養的 有四類型的教養 那這四類型教養 會影響到不同的情緒的發展 第一種是非常獨裁的 獨裁的話 他設立規定 他否定感受 你就照我的規定去做 這是獨裁型的 放鏈型或寬鬆型 就是 怎麼做都可以 我不知道怎麼去 他也不太會限制他 或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去引導孩子 就是讓孩子隨便去做他要做的事情 管不住 第三個是權宜型或權威型 不是威權 是權威 是有權威的 但是他懂得孩子的感受 有尊重 但他也會引導孩子 另外拒絕忽視 疏忽型 完全放任型的話 就是說 你怎麼去做都沒關係 忽視型其實他根本就不在乎你 你放任型的 就是說你有什麼要求就聽你的 忽視型說你的要求根本也不聽 那不同類型 對孩子的情緒會有不同的影響 在威權下面長大的孩子 情緒通常是被壓抑的 放任的話 情緒通常就沒有界限 那忽視冷漠的話 他其實他也真的不知道 我的情緒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也不知道怎麼去處理別人的情緒 那權威型當然他 他被引導 他被了解 他也被規範 那這個就是很好的一個 示範他怎麼去處理情緒 那情緒輔導的五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說 他還是有什麼情緒呢 我們察覺他 然後呢 現在也是快樂 現在你是難過 我們就按照你的這個情況 就來先察覺 還是你如果真的不知道他的情緒是什麼 那當然可能出了大問題 因為他到底什麼感受都不知道 對不對 但是呢 第一個察覺之後呢 還要知道說 其實我們可以怎麼去引導教導他 其實是 我們是有辦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然後呢 用個態度就是我同理心 設身處地去體會他的感受 關於同理心呢 其實非常重要 我是學輔導的 然後輔導就非常講究同理心 他要想辦法和那個受福者 建立一個關係的時候 同理心非常重要 那我們學輔導 聽過一個故事 這故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治療師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 可以算治療大師 那他有一個病人 跟他講一個故事 那故事啊 那個病人請他 跟其他的學生都講這個故事 是這樣子 那個病人呢 就是他輔導他 心理上的一個幫助他 但那個病人後來他得了絕症 快要離開世界了 那但是他說 我很希望把這個故事啊 能夠將它繼續傳下去 你將來碰到你的學生的時候 跟他們講這個故事 讓他們聽 讓他們知道 同理心的重要 讓他們知道 同理心的重要 那就是他自己的故事 很想跟父母 還是修復這個關係 所以他找一個時間來修復 就是他去讀大學的時候 讀大學 然後他跟父母 然後他很希望跟父母 修復這個關係 然後他跟他父母 講說 我看 這個車外的風景 多麼漂亮 他父親竟然說 怎麼漂亮 一點都不漂亮 很醜陋啊 很難看啊 那他聽完之後呢 他整個心又封閉起來了 他說 這父親真是不可理喻 沒辦法溝通啊 所以就放棄溝通 那後來當然 他父親也生病過世 那是有一天呢 這個女兒的 坐女兒的 他在開車 走同樣一條道路 不過這次是他開車 他才發現 原來這個駕駛座和駕駛座旁邊 那個乘客的座 看出去窗外風景是不一樣的 一個看到的是 非常髒亂的一面 一個看到的是非常美麗的一面 原來如此 他才發現 我們沒有辦法 進到對方的視線中間 去看對方的世界的時候 其實看 不能夠明白對方想的是什麼 感受的是什麼 所以同理心其實是非常重要 我們鼓勵大家呢 跟你孩子交往 一定要抱持一個 要進到對方世界去了解他的心態 然後呢 幫助他標示他的情緒 要求你的情緒是很難過 因為寵物死了 他好像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就跟他談談這個死亡對他的衝擊 然後解決問題設立規範 有些時候就是 怎麼樣處理這個 例如說難過的情緒 有些時候處理一些生氣的情緒 那有些時候需要設立規範 就是 什麼規範呢 例如說有些情況是我們知道說 這個是絕對不可以的 紅燈 例如說不可以陷害別人 這是絕對不可以 不可以動手打人 這是紅燈 那黃燈呢 就是有些時候我們可以容許的 有時候你今天生病了 可能有時候發發脾氣可以被容許 那綠燈的話就是這個情緒其實是很好的 那有時候你要設定一個適當的規範 確認目標 你先要幫助他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然後就是下面有解決方法 思考解決的方法 評估 然後他選擇自己最好的方法去做 例如說他可能想要怎麼樣去對待他的玩具 那我們可能跟他經過這個步驟 然後去處理他跟玩具之間的 這個關係 那實際上教導我們特別的一個重要的一些原則 就是做父親的教養兒女管教養兒女 不要去惹兒女的氣 或者不要去激怒他們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也特別哥羅西書說 不要讓他們失了置氣 就讓他們灰心喪志 非常慢慢不樂陰沉的 這樣的話不好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養過小動物 小動物有時候也是會有脾氣的 你毛跟他逆著來 他可能會生很大的起 那為什麼把它弄得像要瘋了一樣 其實動物有時候也蠻簡單的 你不要逆著來順著來就好 所以呢做父母親的 有時候不要把兒女 好像激怒到一個地步 他非常非常的失去理智 這樣子不好 那也不要讓他失去之氣 壓抑他壓抑他到最後他根本就好 我就是只有聽你的 但他本身就是其實是 漫漫不樂失去之趣了 這樣不好 那反而就是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道他偏禮 這是教養這邊呢 英文他有時候翻譯叫train up 就是跟訓練有關系 其實訓練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等等要來講說訓練的一個道理 那教養有沒有CPR 這是我的老師 他分享教養的CPR 他說教養有一個C就是consistency 一致 P就是predictability 可預測的 R就是reasonableness 就是合理的 也就是說什麼叫一致呢 生理上講說我們不要自欺 神是欺漫不得的 人重的是什麼 收的也是什麼 你要順著情欲撒種 就從情欲收敗壞 順著聖靈撒種 必從聖靈收永生 所以呢 我們就是只要努力去 照著這個原則去做 一定會有一個結果的 所以呢 讓他知道說 你要這樣做的話 就會有一個一致的結果是什麼 這樣的話你的教養就會有一個好的方向了 對不對 那有時候呢 那有時候呢 你跟他講說 好這個行為這樣講 很逞 一個規矩告訴他的時候 你實施了 好像開始他都不見效 他說沒有關係啊 不要放棄 你要讓他知道這個意志 是需要時間的 給他七到十天實行這樣規則 這是一個好的一個果效 例如說 我不知道 你們訓練孩子有什麼碰到特別要訓練的 通常有一個訓練 需要訓練就是吃飯對不對 他吃飯的時候 他吃飯的時候他不吃 那當然要分析他為什麼不吃 他是身體不舒服不吃 那當然另外一回事 有時候他就是喜歡做其他事情就不吃飯 那到時候 等到吃飯時間過了 他又來吃飯 你這個訓練他吃飯 這樣的話 他不會按照時間好好吃飯 這樣的話 其實不好 你要訓練他吃飯 那怎麼辦呢 我們到了時間就開飯 然後到了時間就收飯 那你不到 你的時間 開飯到吃飯的時間 你不吃飯 好 沒關係 飯收起來了 通常收起來之後 他就說我可以吃飯 沒飯吃 到下一頓再吃 他可能鬧一鬧鬧一鬧 不過很快的孩子就學會了 就是吃飯時間 要吃飯 然後到了時間 就是沒有飯吃了 所以一致性蠻重要的 他學會了這個習慣 然後到時候 他會有這個習慣 可以預測 就是有這種結果 甚至上 也讓我們對上帝的事情可預測 隱密的事是屬於耶和華我們神的 唯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於我們和我們子孫的 好 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 你可以預測有個結果的 這個孩子們要知道 他這樣做會有一個結果 當然要增強他的預測性 父母親要一致 父親說這樣 母親說那樣子 他就找 他碰到了什麼事情 就找父親 什麼事情找母親 因為他知道這個可以改變 但有時候你溝通要很具體 清楚 讓他知道說 他真的知道這個事情 是會有這樣的結果的 合理 有些時候我們不要說 定一些非常不合理的規則 要求他 這樣的話其實 對他來講 他們覺得 雖然定出來了 但真的這個效果是不好的 所以以佛所述告訴我們說 不要惹兒女的氣 要照著主的教訓 來緊接養他們 怎麼樣加上合理性呢 就是給他一個 甚至要配合的環境 例如說 假設你要孩子好好讀書 但是你不給他一個讀書環境 他怎麼好好讀書 所以你要給他一個合理的環境 讓他好好讀書 你自己本身呢 也要自己能夠接受 控制自己 佛話你怎麼去要求他 去控制自己 不合理 所以我們這些東西 都是要學習的 孩子 從來還有一個 常常要學習的是什麼 就是什麼時候睡覺 什麼時候起來 不好學 對不對 我們成人世界都不好學 對不對 何況那孩子呢 那怎麼讓他學習 睡覺能夠好好睡覺 起來好好起來 合理的環境安排也蠻重要的 睡覺前是不是有個好的儀式 讓他能夠覺得好 現在去睡覺 然後會睡得很舒服 那什麼時候睡覺也是 你自己估計 他這時候需要多少睡眠 什麼時候去讓他睡覺 那起來呢 如果他睡不夠 等下他起來 真的痛苦死了 所以起來要幫助他好好寫 安排他睡覺 然後睡足夠了 起來 那起來的時候 有些時候 剛一箱起來的時候 有些時候會覺得 還是想要多睡一會兒 還是覺得 就是那個時候睡意 還有點睡意 怎麼辦啊 怎麼做呢 就是讓他起來 是一個歡樂的起來 可能你設計一些起床的儀式 讓他很快樂的起床 讓他就是漸漸的清醒 然後很快樂的跟你一起起床 那就是這樣的話 就是最好的一個 合理的訓練方法 有本書叫《優秀是訓練出來的》 按照聖經來訓練孩童 作者是劉秀雄 劉秀雄長老呢 他非常會表達寫作 他特別談到說 教導和訓練是不一樣的 教導是讓他知道 那訓練是要去做 甚至說不一定要知道 要去做 教導是給他知識 訓練是叫他去運用這個知識的技能 教導讓他腦袋清楚 訓練他養成習慣 那訓練時間最黃金的一到六歲 錯過之後 後面還是可以訓練 就是比較辛苦 所以呢 你要不要訓練孩子 刷牙 要 對不對 如果說 他要不要說 為什麼要刷牙 有些時候他還不知道 你剛剛說會蛀牙 還不知道什麼叫蛀牙 不過就是要做 不知道也要做 就是 這叫做訓練 到長大了 那慢慢就是要教導了 他要知道為什麼 那訓練呢 就是 透過訓練他養成習慣 所以 吃飯 他 透過你的訓練他知道什麼時候該吃 什麼時候不該吃 或 要吃什麼 也有時候要訓練他 什麼都 不要說 不聽話 就是說可以選擇不吃 要學習要吃 有一些 配合的措施 讓他覺得 就是這樣講 CPR 就是 一致 可預測 合理 然後 執行 這樣 那 有些人 談到一個問題說 那訓練 是不是要給他 信仰上訓練 有人 教導 當然 應該要 這個 劉秀雄長老 他聽到 有些父母說 我們現在小孩子 要尊重他自己的選擇 他要怎麼樣地選擇他的信仰 我們尊重他 甚至他長大了 他自己去選擇 我們現在不要幫助他選擇 他就問他 你會 讓孩子決定要不要刷牙嗎 不會啊 就是 吃完了甜的東西 該刷牙還是要刷牙 對不對 那 信仰這麼樣重要的事情 他還不明白的時候 你就 等到他明白再做選擇嗎 不是 你就是 你就是要讓他很早就 很早就開始做這個訓練了 訓練的基本原則 不是孩子能懂 道理才開始去點 每個小孩都能夠訓練 那 他 也需要計劃 那獎勵和阻止一線之隔 不要逃避問題 你說 不要打妹妹 這是阻止 對不對 獎勵 你對妹妹怎麼好 所以 我們有時候可以多多獎勵 當然有時候是要阻止 但是就是 可以有時候透過獎勵來 讓他學習表達好 然後呢 一致性 自己要不要忘記了自己做訓練者 要做示範的 你們有沒有聽過賞識教育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聽過賞識教育 舉個手好不好 揮一下 一個 兩個 三個 好 三四個 那是有一個人叫周弘 他 我聽說他在中國大陸是非常火紅的一個 訓練的教育家 那我看過他的這個書 看過他的這個影片 教導影片 非常好 如果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上網搜尋他 然後他還要賞識教育 他就想說 他有一個孩子 天生 因為不小心就是 喪失的聽力而聾了 而聾之後呢 他嘗試把他教大 把他教育長大 後來那個孩子非常優秀 學業表現非常優秀 成為一個很好的孩子 當然就是得到大家的注意 他也把他整個教養的一個過程 歸納成為賞識教育 他說其實學習 最重要是要有樂趣的去學習 所以你要孩子學東西 你要讓他有樂趣 那怎麼樣樂趣呢 你看孩子們追蝴蝶 都是非常快樂去追蝴蝶 其實讓他們很快樂地去學習 而且要給他們很多的鼓勵 賞識他們能夠做到的 比如說他有句話說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樣 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說你不行你就不行 行也不行 我們常對待人的時候 如果父母親很有影響力 對孩子有時候真的需要幫助他們 給他們這種好的影響力 那他的方法是找優點 因為他孩子 因為融了要學習其實非常困難 但他想辦法幫助他去學習 那有一次他看他那個題目 就是做題目都錯了 只有一題對 他就非常非常地稱讚他 說你真是優秀 這題你都可以做 那怎麼優秀呢 其他人都做十題九題的 他說不啊 你看我們很多很多 這個優點在哪邊 他一個一個指出來 然後這種欣賞眼光 就讓這個孩子 整個興趣就產生出來 對自己有信心 然後他當然就越來越好 越來越進步 最後真的是非常會讀書 那我們反省這個賞識教育 那我們基督徒會不會說 什麼事都是看到那個光明呢 其實要看到光明 基督會看到罪 也會看到救贖 看到罪性 也會看到神的形象 和聖明的大能 那我們相信 在上帝的大能幫助之下 必定能夠戰勝黑暗 所以常常用個鼓勵的態度去這樣做 不是我們對人的罪性 對人的一個軟弱不了解 了解 那也不是依靠自己成功 是靠著上帝 我們來去學習去培育孩子 最好 最後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親子之間 關於是親子的助導 你看這母親為孩子祷告 這創世紀有講到 以撒 這是對他雅各 來為他 他那時候把他當了以撒 但是他為他助導 他說你上前來與我親嘴 他就與父親親嘴 父親一聞他身上香氣 就給他祝福 說我兒的香氣 不同耶華赤福之田地的香氣一樣 願神賜你天上的甘露 地上的匪土 並許多五穀辛久 願多名侍奉你 多國貴拜你 願你做你弟兄的主 你母親的兒子向你貴拜 凡咒詛你的 願他受咒詛 為你祝福的 願他蒙福 這個祝福很強 我們講祝導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一個文字 古文字 它一個人跪著 旁邊有一個形象 代表是象徵神 他在神面前 就是跪著為對方祈禱祝福 就是祝導 這就是祝導的文字的眼鏡 祝導有一個關鍵就是神的心和我的心 你要祝福別人的話 你要知道神的心是什麼 才能按照神的心意來祝福 然後你要知道你的心是什麼 上帝喜不喜悦你的心 第一個 神的心呢 你看到聲音上講說 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祂願意我們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這是祂的心意 所以我們祝導的時候 可以想到神的心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祝導 另外自己的心態很重要 我在祝導的時候 我的心態如果是注重罪孽 你想上帝會聽嗎 上帝不會聽 詩篇66篇18節說 我若心以注重罪孽 主必不聽 19節說 神實在聽見了 祂側聽了我祷告的聲音 我相信這個詩人 他可能在調整他的心態 然後他深深相信上帝會垂聽他的禱告 因為他的心態調整正確了 祝福的幾個特徵 第一個是身體的接觸 關懷 語言的表達 肯定對方的驾餐重要性 期待一個美好未來 積極的投入促成祝福 首先是表達關懷的身體接觸 可以擁抱親吻按手 這個母親為孩子按手 抱著孩子給他們祝福 這是耶穌 他為孩子祝福 他抱著孩子為他們按手祝福 這是一個中學的學生 他父親為他祝祷 你看他跪著 接受父親的祝祷 這是我們學校的一個學生 這個人他已經做牧師了 他在學校的時候 他就常常這樣為孩子祷告 每天孩子出門之前 就跪著 他就為他祝祷 這孩子真的養生真的好習慣 而且孩子會主動要求父親為他祝祷 所以做父親的我們可以學習 其實做母親也可以 我們剛看到做母親的也是這樣子 這是透過按手 表達一種關懷 身體的接觸 小孩子也學會了 小孩子也學會了 言語的表達 肯定對方的價值與重要性 像以撒他說 我兒的香氣如同耶和華赤福 之田地的香氣一樣 對方是那麼的美好重要 期待一個美好的未來 願神賜你天上的甘露 地上的肥土 並許多的五穀辛酒 願多名侍奉你 多國跪拜你 那是雅各為約瑟的祝福 他說 你父親的神必幫助你 那全人者必將天上所有的福 地裡所藏的福 以及生產如樣的福都賜給你 他說 你父親所住的福 勝過我祖先所住的福 如永世的山領至極的邊界 這些福必降在約瑟的頭上 在零道那與弟兄就別之人的頂上 零道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積極的投入 以促成祝福 不是說我們什麼事都不做 只是祝福 這樣的話其實 雖然是有美好的言語上的 但是行動上太消極了 雅各書上特別提到這個 信仰和行為的一致性 他說 如果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體 又缺了易用的飲食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說 平平安的去吧 因為你穿得暖吃得飽 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 這有什麼益處呢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所以有些時候要採取具體的一個促成的行動 詩篇教導我們說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 住在地上以他信實為良 要以耶和華為樂 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當將你交托耶和華並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的信靠和他的行動是一致的 那為孩子代導 用經文禱告 這是我的論文指導老師 他寫了論文 他就是叫做 scriptural based prayer 用經文的代導 他研究說 用經文代導 母親用經文為孩子代導 他的果效如何 當然有美好的果效 我們用一段經文說 菲利比書說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世界的禱告 祈求和感謝 把你們所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們的心華意念 這是經文 你怎麼用經文為孩子代導呢 可能說 我親愛的某某某 願你能夠一無掛慮 願你凡事就藉著禱告 你和上帝交通 借著祈求 你和上帝提出你的請求 還有感謝你 感謝神 感謝祂愛你 祂一定赤福在你身上 那你這樣做的話 祂一定會赤給你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基督耶穌里 保守你的心華意念 奉主耶穌的名祝福 阿們 簡單的就把你讀的聖經和你孩子的信仰 靈命或是實際上需要 就結合在一起 就是用這個經文來代導 我鼓勵大家可以嘗試這樣做 最後我要談的就是親子關係 簡單的講 因為我們子女對父母親 子女孝敬父母親很重要 這是聖經上講的十屆中的一屆 它說第幾屆 第五屆 前面四屆是對神 後面五屆是對人 第五屆是層上其下 其實是一個關鍵的 那通常也好像父母親常常是信仰的傳遞者 所以把它放上第五屆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 在耶穌里神所赤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那新約中間重生這樣的一個福氣 它說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 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是第一條代應許的誡命 首先我們他說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在主裡聽從父母 那這是理所當然 他認為說這非常非常的合理 然後呢 他要說要孝敬父母 那你會怎麼樣呢 得福 因為十屆告訴我們就是會得福的 那在世常受 這是實際上的福的一個面向 然後呢 這是第一條代應許的誡命 誡命中間代應許的第一條 就是這個誡命 那非常重要 我們其實上帝對我們來看 就是我們的整個家庭他都關心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關心父母親 希望他能夠信主 孝敬他有方法 就帶他信主 因為聲音上告訴我們 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為我父母親祷告好多好多年 他們後來信主 很高興感謝神 其實上帝的一心意就是全家得救 但願我們都能夠經營這樣的一個福氣 然後我特別還 這邊沒有打出來 但是要提到一件事情 聖經上看重孝敬父母 非常看重 一方面提到孝敬父母是代應許的誡命 使我們得福 但是呢 另外又提到了不孝敬父母 其實是上帝非常不喜悅 那個舊約說 這個 是要把這個孩子用石頭打死的 非常的強烈的一個教導 所以呢 我信主之後 讀舊約 咒罵父母的必要致死 我說 我以前是不是做過一些事情 是上帝看起來非常不喜悅的事情 我才知道我應該好好的去學習 不要去批評罵父母親 這個是不好的 當然你說父母親要怎麼來孝敬他們 然後再主理聽從他們 有些事情還是不應該學 不應該聽 但是呢 在主理 除了意思的話 我們就好好來孝敬他們 親子關係就是神的誡命 幫助我們帶來我們一個對的狀態 然後信仰傳承 然後我們要好好教育訓練 生命產生連結 有好的依附關係 然後它成為安穩港口 可以使我們能夠很好的去探索 人生的各種挑戰 但是我們有時候呢 也會碰到風浪 有時候可以回航 在這個關係中間得到重新的修養 再來社會基礎農福喜樂 最後就是聖經上告訴我們說 好好地去經營這樣的關係 因為這是聖經中間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神 祂其實在祂最後審判之前 祂會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使人的心 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其實包括父母親 祂是希望我們有這樣美好的關係 但願我們都能夠 今天講到說 基督徒的親子關係 都能夠學習有美好的關係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先來做個禱告 親愛的主今天還是分享了許多 主 但願你來保守看顧 使我們講的和聽的 在你面前都蒙恩 都能夠知道上帝愛我們 祂在我們生命中間 希望我們有美好的親子關係 或許我們中間 有些人這個時間過去了 親子關係已經是中間受到傷害的 求主一致 讓我們在上帝身上 重新得到一個醫治的力量 主啊 讓我們和上帝有美好的關係 得到安慰 得到激勵 也 我們中間還是有人 還是有希望的 求主鼓勵我們滿懷希望 主啊 好好經營我們的親子關係 但願這一切都在你面前蒙恩 主啊 這一切 主我們需要學習的 你常常用聖靈來提醒我們 引導我們 我們的主 謝謝你 因為你是這麼愛我們 也讓我們活在這樣愛的關係中 但願你的名得著榮耀 祷告奉主耶穌的名字